前行者,苏雅路策反叶星城这一段,太精彩了,简直是对人性把握和利用的典范。 谁说前行者剧情不精彩,先是银湖朱玉半推半就,让疯狗城从自己身上得到了满足。 接着,苏雅路接受了方家术的建议,仍然以一副高傲的面孔,在叶星城已经得知自己军统身份的情况下,巧妙利用形式和人性,初步拿下了疯狗城。 这里面有什么奥妙呢? 要说到奥妙,主要是方家术对叶星城面临的形式和对叶星城人性的把握,还有苏雅路对方家术的信任。 同样在策反叶星城这个问题上,银湖朱玉的策略和方家术的策略是不一样的,银湖朱玉的策略是直接使用肉体色诱,把叶星城拉下水。 方家术的策略是利用形式,把叶星城逼到墙角,然后再让苏雅路抛出解决方案,彻底策反叶星城。 叶星城虽然奈好疯狗城,但是叶星城也是一个人,即便他跟着李立行投靠了日本人,但是作为一个人,人性的所有需求,叶星城都有。 如果说银湖朱玉通过半推半就,满足了封狗城最低级的生理需求,那苏雅路就用自己的高傲,用自己对伴侣式生死搭档的要求,用自己的资源,激发了封狗城更高级的需求,也就是安全的需求,归属的需求,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。 银湖朱玉和苏雅路先后出手策反叶星城,剧情看起来似乎有些荒唐,但其实是在情理之中。 一类人是复杂的存在,是人性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存在。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,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,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,需求分别为生理需求,安全需求,爱与归属需求,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。 马斯洛认为需求层次越低,力量越大,潜力越大。 随着需要层次的上升,需要的力量相应减弱。 高级需要出现之前,必须先满足低级需要。 也就是说,在银湖朱玉身上,叶星城满足了最低级的生理需求,而通过苏雅路,他更高层的需求有了能够得到满足的可能,但是叶星城得付出努力。 如果没有银湖朱玉,在《前行者》第24集里,叶星城送苏雅路到家后,苏雅路也有可能成为疯狗城满足自己低级需求的对象。 在策反叶星城上,银湖朱玉和苏雅路是相辅相成的,两者缺一不可。 看看叶星城所处的环境就知道,叶星城跟着李立行投靠了日本人,76号拥有不少产业,叶星城作为76号情报处处长,有车有房有钱有儿子,但是没媳妇。 汪伟政权和日本人表面上是合作关系,但汪伟政权其实就是日本人的走狗,日本人是看不起汪伟的人的。 一个日本准备色谷,就可以在76号横行霸道,肆意欺负76号的人,李立行能忍,但是叶星城忍不了,在日本人面前被日本人看不起,当狗的滋味不好受。 76号的人,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汉奸,老百姓表面上害怕他们,但心里肯定不尊重他们,所以叶星城尊重的需求得不到满足。 前行者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,此时的抗战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,除了一部分高瞻远瞩的战略家,战争的结局和走向,仍然模糊不定,大部分人的未来都是未知数。 到底谁会赢得战争?这个问题76号的人肯定在想,叶星城也在想,这涉及到前途和安全,怎能不想呢? 汪伟政权的聪明人都在准备后路,这些事情,叶星城怎么会不考虑呢? 知道了李立行在准备筹码和后路后,叶星城也在准备筹码和后路。 他抓李和平的事,为什么不让李立行知道,就是给自己找渠道,找后路。 所以当李和平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后,叶星城打死了李和平,把那张由李和平和苏雅路的照片也烧了。 李和平的确是太差了,他要是不交代,可能还能活下来,叶星城要想通过银湖朱雲和苏雅路与重庆搭上线,李和平就是个炸弹,如果李和平足够坚定,就可以留着,但是李和平不争气,自己找死。 由于形势的变化,李立行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,除了忙着捞钱和给自己找退路外,他已经没有能力带着76号进一步发展壮大了,跟着李立行, 还有没有前途,个人还能不能发展,76号的人在想,叶星城也在想。 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,形势与人性相互作用,这个时候谁能给大家找到出路,谁更能满足大家的需求,大家就会扑向谁。 方家树一直和苏雅路说,要控制好节奏,不要拔苗助长,要掌握主动权,不得不说方家树的确更高明,这才是策划,这才是因势力道。 形势总是比人强,城市才是大智慧。 李立行送苏雅路回家,虽然也有过短暂的性冲动,两人差点上床,但是封狗城马上冷静下来了,孰轻孰众,封狗城还是分得清。 他把李和平的眼镜留给了苏雅路,苏小姐,早点休息,明天见。 接下来就是根据苏雅路的提示,找汇丰银行的人调查李正勋的三百块大洋了。 不争馒头争口气,叶星成要向76号主任这个位置进军了。 前行者中的男女关系很有意思,陶玉玲是方家树原来的同养席,后来成了战友,方家树与苏雅路是战友情。 陶玉玲和老赵既有男女爱情,也有战友情,叶星成和苏雅路成了同盟和搭档。 叶星成和银湖朱玉是最简单的身体关系和雇佣关系。 把这些所有的关系整合起来,不就是完整的男女关系吗? 如果一对夫妻的婚姻出问题了,难道不是基础的需求关系得到了发展, 但更高级的需求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吗?